如果大家在找一個 Move-In Ready的Town House在Richmond 而且有好校區 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看我的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Ri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sy 我今天又回到Richmond 想介紹一個 Move-In Ready的Town House給大家 這個Town House有11個單位 它現在賣了6個 之前預售時已經開賣 現在已經建好Move-In Ready 這個單位是一個showroom 它有兩層在後排的單位 裡面的積算是大 而且兩層也算是寬落 所以這次想讓大家看看 外面整個complex的外形 其實主要是前面三排 Town House很多都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後面的排便會是2-story 我們現在可以帶大家進去看看showroom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你看到它也算是寬落 兩輛車平排應該沒有問題 它還有一個rub-in的EV charger 即是駕駛電車就可以在這裏充電了 我們這邊進去就會是它的主桌 進來我們現在已經站在主桌了 所以你看到kitchen 然後那邊就會是dining area和living area 其實這個單位有1500呎 就是兩層有三間房間 你看到它這裡有一個high ceiling 一進來其實你已經看到10呎樓底了 所以雖然你說空間不是很闊落 不因為它始終是townhouse 但因為它有10呎樓底 其實感覺是寬敞的 然後加上很多sport site 你就會看到這個unit是很光的 然後大家不要走開 我片尾會再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樓盤的校區 以及附近有些甚麼配套 好 那我先開始跟大家說一下這個kitchen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storage 第一樣東西就是看到 所有櫃都很高 高的可以放一些不是經常用的東西 你會看到這個island是算長的 同時它加了一些storage 你就會多些位置放東西 空間好用很多 另外那邊還有位置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整個長的countertop 就是用了電腦 它的appliance主要是用Samsung的 你看到一堆去到這裡 這些大櫃仍然是可以裝東西 上面這些就可以放一些杯杯碟碟 容易拿東西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double sink 你看到這個double sink 它是看著外面有個窗的 舒服一點 還有很多natural light進來 旁邊有個ditch washer 然後這邊就加了一個沒有closing的 拿東西方便一些 可能你可以放一些sauce 一些咖啡 可以容易拿東西的 一辣繼續是storage 然後有個full size的samsung的fridge 然後去到island這邊 你就會看到有多些cabinet可以放東西 然後有個微波爐 如果你是一個有小朋友 你可以有一些lite eating 就可以坐在這邊 這裡又可能放兩個bass duos 就可以早餐在這裡吃東西 然後去到這邊 你就會看到它一個很高的sliding door 就是出去backyard 它的backyard這裡大概有460呎 當然沒有single house 所以這些那麼大 但是有個小丸子 有個這樣的空間都不錯的 這些草屋全部都是管理員去管理的 你不用管它了 因為townhouse 來到這裡中間 它就放了一個dining table 在這裡 就有四個位置 所以如果你想要圓桌 其實也是夠位置可以放一張圓桌 這邊就會變成一個living area 那旁邊就有窗 可以多拿一些natural light 那電視呢 看看你想要怎樣放 這是一個open的空間 你可以自己設定 可能它現在放了電視在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 也可以反轉這樣放都可以 就是放在這裡這樣坐 它也算是闊落 你看到它放了l型 放多一些table chair 都夠位的 最主要我站在這裡那麼久 它的high ceiling 令整個空間是闊落的 真的舒服的 而且你看到它上面那些 是冷暖氣出口 因為這個townhouse 也是有冷氣的 然後這邊呢 它是加了這個 有少少像single house 可能大家見過的那些 小桌子 是讓你用來回到家 可以放電話在這裡 充電也好 甚至是你 如果這個當作是一個working table 給小孩子 你就有一個space 你不用再找一個area去做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門的嘛 它就是現在放了一個hot water tank 好過有些在樓上 這樣 所以你看到它的space 其實旁邊再可以放少少雜物 比如是吸塵機 如果上面因為是high ceiling 你不想浪費了一個位置 可能你自己可以安裝架 放多一點東西 都可以的 不過它其實還有一個位置 很多storage 稍後再show給大家 然後這個main floor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powder room 這個powder room 就是尺寸是ok的 decent 因為有些你看到 powder room是小到這樣 只有toilet和洗手 現在你這個area 就有一個toilet 然後加一個sink 它用了mat black的faucet 和sink 即是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配合同一個色調的燈 這個powder room很重要 你不用上去洗手間 然後這邊有個門 它可以掛衣放一下 因為如果有客人在正門進來 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裡面還有多些storage 就是你可以走進去 再轉彎 也可以放storage 所以剛才你看到那個garage 它是一個garage 什麼都沒有 你就會覺得沒有位置放東西 但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放了一些行李箱 不是經常用的雜物 在這裡藏起來 就可以多騰空間 去給車房 或者你有一個大車 都可以安排到 我現在站在這裡 就是main entrance 所以如果有客人來 就從這裡進來 現在我們上這位是上二樓 你會看到它也有一個 非常高樓底的area 你整個感覺就會再寬敞 因為很多兩層的那些 全部都是這麼低的 你就沒有這個空間感了 大家看到樓梯 其實已經變成Laminated Flooring 因為這個單位 Developer已經升級了 所有 stairs和第二層 都會變成Laminated Flooring 但其他單位就會變成Laminated Flooring 因為現在差不多蓋好 它就不能再升級了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搞 這一間是最好的 我們可以開始看這三間房間 你一進來 我感覺到很光亮 今天已經不太天晴 剛才下雨了 我們這邊 所以它現在這個窗 都可以捕捉到很多 自然光亮 因為它的階段 第二樓是有九尺的 所以空間感比其他會高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第二層的房間 可能只有八尺半 或者八尺 所以這裡玻璃又高一點 整個感覺是光亮的 旁邊窗台就有個位置 小時候 它現在就放了一些 套餐 你也可以像它這樣擺 或者如果你想做一個 薄薄的墊 可能小朋友可以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讀書 看著外面的一個開放的景 它現在這邊就放了一個雙雙桌 它旁邊有座椅 你會看到其實還有位置 所以它應該可以再大一點 如果有需要 它的座椅就會是這個 闊度我覺得很足夠 有架 然後Styling Door 我覺得Styling Door是最好的 因為它沒有浪費的位置 因為如果一開 又說要量度床位 又不妨礙 Styling Door就最容易 所以這個是OK的 然後還有一道門 你會覺得 房間為什麼還有一道門呢 因為它是一個 眼鏡房 或者Jack and Joe 就是兩邊房間 2nd和3rd bedroom 都可以直接進來 即是兩間都可以做套房 所以如果你一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長的countertop 它做了一個single sink 然後這邊就是toilet 以及一個shower 連同baptop 它只有一個shower head 如果有需要你自己加一個 拉出來 也不是黑刺 可以開過我的窗 所以這個是一個plus 然後我們可以通過旁邊的房間 直接 都是一樣光碼 然後它就不同了擺位了 今次就擺了一包包在這邊 加一張書桌 所以你會看到如果你是給小號 一張double bag 加上一張 尺寸是pretty good的書桌 然後closet就在這邊 所以我仍然感覺到 它的九賊樓底是跟其他不同的 我們現在看回去給大家看看 後面的view是會看回single house 我們介紹完兩間房間 我們錯過了那個層樓 層樓其實是有一個 set up的washer and dryer 都是Samsung的 就放在這裡 即是每個洗衣服在這裡 搞定就可以了 方便一點的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最後一間房間 Master Bedroom 它現在關了簾 所以看上去沒有那麼光猛 沒有剛才的那麼光猛 但我想開了之後 這個也是光猛 因為它現在有窗簾 可以black out了 整個房間你看到 King size bed Side table 還有位置 不是迫劫的 如果你說你要跟小朋友 睡在行 把single bag在這裡也沒問題 這裡也有個空間 不會很窄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 會是一個walking closet 現在你看到這邊 掛了櫃子 已經做了櫃子 如果你有需要 其實你再加價 要再掛 然後不止的 它門後面 其實還有一個櫃子 你可以放一些摺的衣服 以及掛衣服在下面 所以這個walking closet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算是 spacious 我覺得 我們進來這個master bedroom en suite 它有個shower在這邊 磚都插上頂了 看起來不是很隨便的 Shower 和 bath tub 會在這邊 即是如果你想兩個人 同一時間洗澡 是可以這樣兩邊 然後它就有一個double signal 因為master bedroom 加上mirror 也不是黑池 後面有一個窗 磨砂玻璃 然後你可以開窗通風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窗 可以開的 雖然我們抽氣線 其實也有用 不過很多人都喜歡這個功能 然後它另外有些 additional features 令到家屋更加漂亮 就是下面 你會看到下面有些地燈 所以整個感覺就更漂亮 所以這個地燈有甚麼好 除了更漂亮之外 例如晚上你要去洗手間 你就不用打開燈 即是塗到自己 你只要打開下面的 就可以暗一點 舒服一點 好 現在整個屋 其實已經展示了給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開架 以及現在有些甚麼優惠 剛剛跟大家進入了 兩層的townhouse 其實它這個complex 叫做South Gate Landing 它位於Steven 是Igon No.4 Road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單位 有沒有喜歡 因為它有高樓底 有冷氣 有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有三間房 兩個半次 上面那個sharing bathroom 還要是眼鏡房 所以是比較方便的 而它的校區 是屬於中學 是一個大家很喜歡的中學 就是Mcroberts Secondary 它的小學就是white side 兩間都有French Immersion 所以如果大家想免費給小孩子 學法文 從小學到大 這個school catchment 就非常適合你了 然後它的地位 如果你要去買菜 其實最近就是Ironwood Mall 去到No.5和Steven 那邊現在也有很多餐廳 買菜 買其他生活用品 所以這邊其實是很多小朋友 可以學習的地方 都會在這邊開辦 所以這邊其實也是方便的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去Ironwood 你喜歡去City Center 或者去T&T 其實開車 我想大約10至15分鐘都會去到的了 除了去到No.5那邊 其實去到No.1那邊 就會是漁人碼頭 大約你開車都是10分鐘的 這個屋苑最近的Community Center 就是一個很大型的Community Center 就是South Arm South Arm裡面 其實你有得上Community Courses 有很大的Playground 以及有Tennis Court等等 所以如果這裡開車 可能是5分鐘 如果你是行路 或者是Summer Time 你想踩單車 其實是10分鐘內便會到的了 如果大家看完這個壺形 覺得我不夠房間 我要4房間 其實它有其他Unit 是有4房間 甚至是4房間 4房間就位置在最低層 它又有一個Full Bar 如果你有路人家一起住 就是很適合的了 現在這個單位是1500呎 它開價是149萬9 現在因為發展商想回饋買家 還要有多些優惠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是甚麼優惠 直接找我 我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因為除了現在這個showroom 單位有優惠 其他剩餘的5間 都會有其他優惠 這個屋苑大部分的資料 都分享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買一些Move-in ready 高樓底 有冷氣 校區不錯 立即找我 我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條片 喜歡的 like和share 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